康叔,恭喜四尼,今天2比0就赢了港会的鱼丸 那,惊不惊险? 很惊险,其实港会不容易踢,他比第一场满踢得好很多 幸好他不入12码 对,好像废沙射的12码,中处不入 其实那场球球不是很关键,然后就轮到刘嘉诚,极高 再拉好比四尼,2比0,所以 因为如果1比1,我们会比较难打,我们比较少,要攻就会比较难 因为我10个人的时候,刘嘉诚的空位又多了 他是一种,你给到后卫背者,就是跑得赢的人 变成他的空位又多了 其实他也有一两次机会,还有机会再赢 但是很惊险,因为这场球,如果我们赢不到 会离开了头三四名 对了,说了头三四位了 现在你已经在分手上超前了港会了,排队三的 斜子战那时候还未知,还挺紧性 那对于你升班的机会,是不是真的可以说首度难来呢? 都未必的,因为还有两场球,我们要赢,大宗要赢东方 就是起码这两场球要赢,我们才有机会升班 因为只要赢了他们那两队,我们升班的机会就大很多 但是我们都要尽能力,所以我们今下,现在我们都加了两个年轻的球员 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他的跑动多 今场球,你觉得球证的执法还可以吗? 今天球证很低,基本上呢 不讲究竟红牌应不应该 好像有些犯规,他又没有什么浮 有些人场不够十马,他又处理得不够好 对,我看你进入第一球球,对手的人场不够十马 对,其实不够的 对不对? 如果够我们就能射到,但你不够十马 我们不能选择只要去尾处 但幸好那个球是顶合了 如果不是,其实第一球球,李振业射的那个球都不够十马 人场都不够十马 但球证叫了他们,他们不肯退,那球证就算了 理论上,球证应该给他们牌,让他们退 另外一个话题,你本身有些外援的 其实现在刚刚刚讲的一件事,就是极致事件 就说那些Visa,或者双飞的问题 其实你们本身,你来球会呢 譬如有一个爱援,那你们会怎样做法呢? 通常如果是本地的外国球员 你一定要很清楚,他爸爸妈妈是不是香港人 理论上,虽然他在香港出生,不代表他是香港人 但国内都很多是香港出生的 如果你肯定不到,他妈妈妈是本地永久居民 其实基本上他不可以当是本地球员 所以,所以处理这些外流的球员 一定要很小心 就是外地理,你当是本地球员 一定要很小心 那这次你看法呢,是否捉总,或者是球会 看到这件事件来说,是双方面责任,还是怎么样? 其实两方面都有责任,因为第一个关就是 球会应该理理上,如果你管理得好的球会 一个人线的职业球员 你一定很清楚,那个球员的身份 然后去到捉总捉总,也是第二个把关 应该是要确认球员是否真的这个身份 才让他注册 那这次我不知道他两边 为什么会处理这个 这次会有这些 但是,在外国一定不会有这些出现 如果因为有这些球员出现 其实球会应该是要罚的 所以,除了球员之外 球会应该是要罚的 但是,那个罚来说是怎么样? 罚回他之前,就是他踢的那些球 扣分,还是怎么罚呢? 视乎看看他 因为不同国家有的处理方法 比如欧洲、欧洲这些机市 通常都会罚钱 罚很多钱 然后又要他们扣分出来 有些甚至乎要他 就是要说回他们组织的 有些外国的Case都会 甚至乎是过温班 因为理论上,你职业球队 不应该犯这个错 OK 下一场球,你们是不是对大宗 是啊 那,出现怎么办呢? 刚刚我见到 盧比特都来看 大宗会不会真的很难应付呢? 我们停大宗踢两次 我们两次都会赢的 但是呢,我们通常对 我们对任何一队球队都很谨慎 很踢的 也不会说怎么去攻他 或者我们才会搞好自己 不会输给他先的 那,下一场对大宗 虽然比联停赛 但是,因为努卡路本身是后卫 他打后面的可靠性 比比联和CC更高很多 好处就是刘嘉诚 復出 接着另外,麦家权 就是永义的下一场 开始会注刹过来看 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虽然比联停赛 但影响不是很大 整体上 好,谢谢康sir 好,谢谢 谢谢